小巷內野武瀰漫 緊銷緊急灑水灌酒 大駕進屋槍救受困住戶 暗夜惡火 吞噬老舊鐵皮屋 可憐老翁逃不了 當場被活活燒死 接到二號趕回家 但一切都太遲了 孫子不敢置信 只是臨時出門買個東西加 成了廢墟 自責自己當時怎麼不在家 沒把阿公及時從火窟救出來 叫他孫子的名字 他就開始丟了 他就開始丟上去 丟 丟 丟 找我 好像有人還丟 丟 丟缺額蛋 對 因為我已經丟了兩三聲之後 我趕快出來看已經攔起來了 不急喔 已經在趕快爆氣了 警銷初步排除人為縱火 住戶聽到的玻璃聲響 依似是屋內客廳燈泡過於老舊 突然爆炸 因發火事 年曼老翁患有心血管疾病 息動不便 逃生不及 沉失在大堤地板上 惡火來得突然 經銷道場一驚一片火海 所幸火事被控制住 沒有繼續延燒 老舊公寓的危機 讓家庭悲劇不斷上演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